为了全面了解雇主滥用责任制的情况 劳委会首度进行大规模调查 结果发现有一成二的劳工 大约七十万人加班拿不到加班费 或者补休假 劳委会宣布将从即日起加强劳动检查 劳工过劳死平传 为了了解责任制被滥用的有多严重 劳委会首次进行大规模调查 发现有七十万劳工曾经被雇主A过加班费 还有近四十万的劳工被雇主用责任制当理由 领不到加班费 情况这么严重 劳委会也宣布即日起启动扫A专案 专门在focus在这一次这样子的一个超时工作上面 那个检查的项目是会比较少一点的 我们从即日开始到今年年底为止 我们查的对象 我们查的对象 那么有要达到一万家 劳委会列出七大即将加强劳动检查的行业 包括金融保险业 资讯通讯传播业 医疗保健及社会工作服务业 艺术休闲娱乐业 科学技术服务业 住宿餐饮业以及制造业 大委会强调 有违法记录 有劳工申诉的企业是优先检查对象 欢迎劳工检举 那检查机会去检查的时候 他也不会说张三申诉就去掉张三的资料 因为这个太明显了 我们在检查技巧上 我们透过一些大家的一个演练 其实在检查机场上也会把它 让这个检查的时候 不会让这个当事人曝光 劳委会表示依照新修正通过的劳基法 违法雇主可以除两万到三十万罚还 也会公布企业名单 另外针对劳基法八十四条之一 目前法律上核准适用责任制的三十八种行业 年底前也会全面检讨 记者许更自诩证据 台北报道